1959年,彭老总被撤之后 曾回笔写下长达8万字的绝笔书 提醒毛主席一定要注意这两个人 毛主席看完后瞬间感觉不寒而栗 随即下令彻查这两人 那么,彭老总信中的那两人分别是谁 他们究竟做了什么事 竟然能让毛主席都不寒而栗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 由于这是一场总结教训 调整指标的扩大会议 因此参会人员非常多 全国县级以上干部全部参加 整整来了几千人 在会上,所有人都畅作欲言 唯独彭老总面色凝重 因为自从1958年开始 国内各个地方都刮起了一股浮夸之风 为了完成赶超西方国家的指标 许多地方不顾实际情况 盲目谎报数字 这些数字一个比一个大 到最后,有一些地方甚至敢上报 母产上万斤 甚至几十万斤这种数字 导致上层以为这里真的有这么多粮食 于是就增加粮食征收指标 最终导致老百姓们无粮可吃 也无粮可教 这只是浮夸盛行年代的其中一例 另外还有什么高产卫星 肥猪赛大象 萝卜千斤重等等口号 从这些口号中就能得知 当时情况已经严峻到了什么地步 彭老总虽然常年在军队 但对底层也有一定的了解 甚至当时浮夸风盛行 很多地方实际产出和上报数字并不吻合 作为一个正直务实的老党员 彭老总看不惯这种浮夸之风 因此他来决定将这件事情说出来 在参会之前 有人曾提醒过他 你是管军士的 经济上的事最好不要多嘴 这次会议事关重大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可整体是向好的 就算有些话实在是想说 单独说给毛主席就行 不必在所有人面前声张 可彭老总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他认为证实错误并及时纠正是没问题的 也符合我党实事求是的一贯传统 因此他坚持在会议上 发表了长达一万字的观点 心里指出了大跃进中的一些不足之处 彭老总不知道 这场发言将造成他人生中的最大的转折点 也将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大的一次滑铁路 彭老总的耿直发言 让在场的许多官员颜面丧失 作为地方主管 服务夸风这种事 他们很多都是先知肚明的 甚至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官帽子 还明里暗里的放纵这种行为 如今彭老总直接指出来 相当于当众打了他们的脸 这让很多人都非常不满 分歧已经发生 不得已之下彭老总被撤了职 然而彭老总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到 有心老百姓的他 在1962年耗时整整三个月 写下了长达八万字的信 这就是历史上的八万言书 当写完最后一个字时 连日来的疲惫一下子压垮了彭老总 他一下子倒在了地上 大病缠身 短短半个月就瘦了十多斤 这封八万言书 很快就来到了毛主席手中 毛主席子于阅读之后 竟然感到不寒而栗 因为彭老总这封信中特别提醒了 一定要注意这两个人 彭老总被撤职之后 耗时三个月写出了一封八万言书 提醒毛主席一定要注意这两个人 毛主席看完之后不寒而栗 随即下令彻查这两个人 因为彭老总说的这两个人 可不是什么普通人 他们资历极高 甚至连彭老总都比不上 这两个人就是柯庆诗和康生 先来说说柯庆诗 柯庆诗是安徽社线人 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领比彭老总还要高 他也是全党唯一一个和列宁握过手的人 这个性质非同一般 并且此人在写东西上面也确实有能耐 因此就连毛主席都尊称他为克劳 甚至还曾考虑过要让此人接任总理一职 虽然这件事最后并没有实现 但柯庆诗仍然在多个省份担任第一书记 并在1958年被选为了中央委员 担任上海市市长一职 纵观柯庆诗的人生履历 我们可以发现 不管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 他主持的一直都是政务性工作 长期待在后方 与军队出身 常年活动在战场前线的彭老总 并没有什么联系 那么彭老总为什么要向 没有什么牵扯的柯庆诗发难呢 彭老总之所以会做出此举 是因为他看出了柯庆诗做事不周全 且心胸狭隘的缺点 当年在搞人民公社运动时 老百姓们都有些疑惑 粮食集中起来了 是敞开了吃还是省着吃呢 由于我党是从苦日子里过来的 因此不少人都主张省着点吃 尽量攒下一些粮食 以备不时之需 可柯庆诗却一反常态 主张让大家不必存粮 敞开肚皮吃饱饭 他提出人民不吃饱 怎么能有力气干活呢 柯庆诗的这个主张 让军人出身 一辈子吃尽人间苦的彭老总很难认同 彭老总说话很直 不会拐弯抹角奉承人 他直言柯庆诗 这种主张固头不固定 太过天真 政见不同 本就是官场上很常见的事 彭老总和柯庆诗 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关联 就算彭老总不认可柯庆诗的主张 也不会做出什么阻拦行为 若换做其他人 这话听了也就听了 可已经习惯了周围人 阿谀奉承的柯庆诗 哪里还容得下不同的声音 自这之后 他就记恨上了彭老总 甚至一直想找机会实施打击报复 庐山会议上 柯庆诗可算是找到了机会 他在会上对彭老总 极尽诋毁之能 种种作风 完全没有一点 共产党人的暴动之心 彭老总深感此人不可靠 在八万言书中提醒毛主席 此人心胸狭隘 做事只负于表面 缺少危机意识 偏偏又身居高位 将来说不定会闹出大风波 不得不说 彭老总的判断确实厉害 多年后 这些话果然应验了 除了柯庆诗之外 彭老总还提到过一个人 那就是康生 彭老总晚年被撤职 他耗费整整三个月时间 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八万字书 提醒毛主席一定要注意这两个人 毛主席看到之后不寒而栗 当即下令调查这两人 让彭老总如此担心的这两个人 一个是心胸狭隘 却身居高位的柯庆诗 另一个就是康生 和柯庆诗一样 康生也是一位资格极老的老党员 1925年时他就说了 负责从事地下工作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 康生左右逢源 一步步走向高位 在王明主持工作那些年 康生就不分对错 坚决和王明站在一起 迫害了不少我党 在苏联的优秀同志 1939年时 他还多次使用逼供手段 迫害了不少老同志 1943年 他又将一大批同志 称为特务 叛徒 第一探 扬言要拯救世俗者 对这些同志采取了迫害手段 若不是毛主席及时出手阻拦 只怕是幼势灾难一场 可以说 康生是一个极擅长挑起斗争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 康生在书法方面造诣非常高 在民国公认的四大书法家之中 康生排名首位 高超的技术造诣 造就了康生极端自负的性格 谁要指出他的错误 他就会计分别人 在庐山会议上 柯庆师向彭老族发难时 康生就在一旁不停供火 以此讨好柯庆师 如此为人 实在让人难以信任 彭老总在信中提醒毛主席 此人将来说不定会闹出大麻烦 果然 几年后 康生再次挑起斗争 并得意洋洋的 做了斗争中的头号打手 庐山会议后 彭老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不仅被撤了职 还被不少别有居心的人口诛笔伐 这种生活 让彭老总实在无法忍受 他将自己关在住处内 谁也不愿意见 这种状态 让当年和他一起从枪林弹雨中 走出来的老战友们非常担心 当时 所有人都在避险 不愿上门拜访 唯独朱老总不惧流言 顶着压力亲自上门安慰彭老总 并苦口婆心地劝他 做个检讨 摆脱如今不利局面 为不让朱老总失望 也为了让毛主席不误会自己 彭老总写了很长的悔过书 谁知正是这封悔过书 竟然让彭老总的处境 变得更加不利 毛主席担忧之下 又托叶帅 孽帅等人来看望彭老总 并劝他重新写一封 更为深刻的检讨书 看着大家惯切的眼神 彭老总再次打起了精神 写了一份真挚的检讨书 这几份检讨 毛主席全都看到了 他也知道 彭老总在会上的发言 虽然让很多人都不太满意 但那也是为国家 为人民着想 现在有了这封悔过书 双方都有了台阶下 矛盾就可以控制在 可控制范围内 因此庐山会议之后 彭老总的情况得到了缓解 纵观彭老总的一生 都在为国家和人民而奋斗 不管是什么时候 都实事求是不搞特殊 这种优良精神 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